我们以往的经验都是长假期之后 最后一天和接着那一两个工作天 都是会是我们急诊室求寻人次的高峰期的 你看过去一两个星期 其实我们比平常的求寻人次都是高的 所以我们预计来着的复活节长假期都不会例外 在最后一天就是来着的礼拜一或者二三 跟着那两个工作天都是我们急诊室服务高峰期的一个情况 那可能有机会那个求寻人次会挨近7000的 希望市民都会体谅来用我们的服务的时候 都可以耐心紧厚听我们工作人员医人员的指示 圣诞节开始我们其实在网页和我们的手机程式 应用程式医管局与你已经有一个资讯可以给市民去参考的 就是我们将我们所有急诊室的最新的轮购时间 给大家有个参考 那等你们可以去找医疗机构的时候都可以参考了 那我们在普通科门诊方面也都会在有13个普通科门诊 在复制假期会继续为市民服务 那我们也额外预留了资源是会加多1800左右的名额 奉名额在这些普通科门诊那里的 希望市民都可以有多一些服务的渠道 那令到急诊室的压力都会减轻一点点 那大家都看到除了急诊室有压力 其实我们内科病房的入住率也都很高 服务之长假期之后呢 情况都会是挺紧迫的 那所以呢希望大家都体谅 可能在这个病房的环境会比较挤挤 也希望家人和病人都可以明白 配合我们医护人员的安排 请不吝点赞订阅